agenda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呢 我們會來講講 晶圓線邊艙搬運設備的市場狀況 接著呢 我們在過程中會分享一個案例 讓各位可以理解我們的方案是怎麼應用的 那最後呢 我們再接著來介紹我們台達的晶圓線邊艙 搬運的解決方案是怎麼做 好首先是線邊艙的搬運市場 晶圓線邊艙呢 在半導體的一個製程中 它並不是生產晶圓的一個設備 但是它卻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物料管理的一個角色 它主要的功能呢 是做晶圓的儲存以及轉運 在每一個製程到下一個製程之間 那線邊艙是提供了這樣子的一個適當的儲存的空間 那確保晶圓在等待進行下一步處理之前呢 不會受到像是污染啊 或是損害之類的一個風險 而且晶圓線邊艙呢 還能夠有效的管理晶圓的流動 來確保生產線的一個效率 那反過來說 如果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沒有線邊艙的話呢 它可能就會面臨第一個 它的生產效率會降低 因為它每次在做晶圓移轉的時候都需要額外的時間跟人力來做這件事情 第二 晶圓呢 它可能會暴露在不受控制的一個環境之中 它可能會增加污染的一個風險 那造成晶圓的一個報廢 因此我們就能夠理解 晶圓的生產中 其實它扮演著 提高生產效率以及降低污染風險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提到晶圓線邊商就一定要介紹就是在機台裡面的苦力工作者 那也就是我們的搬運機器人 那因應各家廠商它設計的差異 搬運機器人也有多種的一個種類形式 那這邊我介紹五種常見的一個機器人 從最左邊這邊可以看到像軌道機器人 這通常都是設置在固定的一個軌道上 那沿著軌道移動並且去做搬運的一個操作 那接著呢 是多關節的機器人 這是最常見的晶圓搬運機械手的形式之一 它是由多個關節連接而成 那具有一個靈活的一個運動能力 可以在三圍空間之中 進行精準的一個搬運操作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的Skala機器人 它是一個多關節型的一個機械背 那它的特點呢 是在水平的平面呢 它可以做高速的移動 並且能夠保持它垂直方向的一個剛性 所以它特別適合在有限的空間之內呢 做一個快速而且精準的一個操作 那直角坐標機器人呢 它通常這邊可以看到 它通常是由線性軸來形成 那可以沿著固定的一個軌道 進行直線的運動 主要呢 是在直角坐標系統之中呢 進行移動以及操作 那接著是連桿型的機器人 這個我們又稱為Delta機械手 這種機器人的每個關節 它都能夠獨立的旋轉或者是移動 讓它能夠在多個方向可以靈活的做運動 通常是用於高速輕負載的一個搬運應用 那這些常見的晶圓搬運機器人呢 它的方案各具特色 那每一種都有它適用的場景以及優勢 它不僅能夠有效的去解決 晶圓線面上裡面的搬運需求 那也能夠提升生產效率 那總體來說呢 晶圓的搬運機器人 每一項並沒有絕對的一個優勢的選項 那都取決於設備商的一個設計需求 那每個設備其實都有困擾著廠商的痛點 那晶圓線邊艙當然也不例外 我們這邊整理的是個市場常見的痛點來進行說明 那第一個就是晶圓在移載的過程中 可能發生抖動或是掉落的一個情形 那其他可能造成的原因 包括說搬運機器人在移動的時候 它的速度或者是加速度不平均 導致晶圓受到震動 這是原因 第二個呢 在搬運的晶圓的工具 可能設計不當 像是搬運的甲爪或是吸盤 設計的不夠穩固 那就有可能在過程中導致脫落 以及第三個就是 像環境中的震動 比如說最近常發生的那種頻繁的地震 這個在運動運行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導致 以及人為的作業員的操作不慎這些都有可能 那針對設備部分 像搬運機器人可能造成移載過程中發生抖動或是掉落的改善做法 在後面呢在談到解決方案的時候這邊會會進行說明 那第二部分的是人員的誤入或者是碰撞保護 那通常這發生的原因就是人員操作失誤比較多 但是也有機器發生故障或是失控的狀況 那要避免這種機器發生故障或失控呢 我們的做法是有第一個 我們用監控系統來實時監控機器人跟自動化設備之間的一個運動狀態 我們可以及時的發現並且處理潛在可能的那個故障 第二部分我們會設置安全設備 像是安全門呢警報系統啊或者是那種緊急停止按鈕等等 第三個部分的是軟硬體的整合難度很高 那因為晶圓搬運機器人通常必須要跟他牌的設備或是系統進行軟體硬體的整合 那這會涉及到不同的供應商的設備 那整合的難度原本就比較高 在台台的一個建議做法呢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控制平台 將不同品牌的設備 跟系統整合到統一的管理控制界面當中來降低整合的難度 比如說我們的產品 剛才有提到的DIASS 這個產品呢就是可以推薦可以導入到設備的一個很好的一個產品 因為SexGen是半導體一個標準的通訊協議 他提供了標準化的通訊方法以及數據格式 來實現不同供應商 設備之間的互相的操作性以及整合性 那第四個呢是成本壓力大 南越晶圓製造行業 原本就是一個技術要求高 研發投入大以及製造成本高 的一個行業 那要應對這些成本壓力呢 設備商要考量的就是 如何提高技術水平以及降低 他製造的成本 那在這部分呢是比較沒有特效要可以處理 但是我們有一些方案可以提供給客戶來進行選擇 好的接著我來說明一下 案例的部分 接著呢是案例分享 A公司一直以來都是使用傳統的六手手臂來處理製造工作 但這些手臂不僅 價格高昂而且在應用方面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 首先呢這些傳統手臂的尺寸固定 無法滿足A公司不斷變化的 應用需求 這讓他們感到相當的困擾 其次呢 手臂在執行與圓弧動作之間進行切換的時候總是 有明顯的頓挫感 這也影響了生產效率 再者 由於不同品牌之間的通訊 整合的困難呢讓 手臂無法 跟其他的設備 順暢的溝通 這加具了A公司的困境 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呢 A公司他們找到了我們台達 我們台達呢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台達機器人驅控一體機 這樣子的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方案呢 那相較於6軸手臂不僅 價格相對較低 而且還能夠搭配 客戶自製的手臂機構 讓整體的 系統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整套成本呢可以節省 35到65% 更重要的是 這個 全套的台達控制方案 它提供 高速且順暢的控制 效果 那也解決了A公司之前所遇到 一些執行 與圓弧動作 切換的頓挫問題 提高了他們的生產效率 以結論來說呢 A公司對於 台達的解決方案感到滿意 因為他們終於擺脫了困擾移軸的問題 順利的 提升生產 效率的優化 以及 效能的提升 那在與A公司合作的過程中 他們對於客戶的 需求描述的很明確 首先呢 客戶希望說在製造的過程中 能夠減少 加速度時的頓挫感 來提升 產品品質 與生產效率 其次呢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 系統成本 這對 設備上來說 一直是重要的課題 以及 客戶希望能夠將 機台做的 更小型化 除了節省空間之外 也提高 生產線的靈活性 跟效率 那麼 面對這些需求 我們是如何解決的呢 首先我們通過 執行 疊合 圓弧運動 以及平滑 移動路徑 來 減少加減速時的 動作感 這些都是 機器人運動控制器 內建的重要功能 接著 讓客戶 可以用自製的 手臂機構來搭配 全套的 台達 運動控制器 來替代 六軸機器人 達到有效降低 系統成本的一個目標 以及台達運動控制 方案可以做到 內旋 切換手系 也就是當手臂 不必升值 就能夠 切換手系的 狀況底下 自然 能夠將 機台做得更 小小精緻 來提升 客戶的機台競爭力 那以成果來說 我們透過這些 功能以及對策的實施 解決客戶的痛點需求 展現我們的方案價值 那因此呢 我來接著來說明 我們這套解決方案的一些細節 台達晶圓 線面艙搬運解決方案呢 採用了整套的台達 產品方案 從左邊這張圖 可以看得到 我們又採用了包括人機界面 HMI 以及我們的通訊模組 以及我們的控制核心 POC 機器人的 運動控制器 以及我們的伺服驅動器 還有變頻器 那通過整體的一個系統協作 來解決客戶的一個痛點 達到 移動路徑平滑 降低系統成本 以及節省空間的目標 那其中扮演著 運動控制關鍵的產品呢 就是這一台 驅控一體 控制器 驅控一體控制器 是這台 Astar MS 那這款產品呢 它內含了四軸的 伺服驅動器以及 一台的POC 還有 一台 機器人運動控制器等等 MS內部的四軸 驅動器呢 它共用 的控制核心 那跟傳統的 伺服驅動器組成的 四軸相比 MS對於各軸的 可以進行同動的控制 節省了許多的時間 那控制的延遲時間 可以在1ms 以內 而且在MS的架構裡面呢 有一顆POC 可以讓使用者在運動過程中 去添加即時 處理邏輯判斷的指令 來提升 工作的效率 台達的高速運動控制總線呢 是基於CanOpen的一個應用 規範 那它具備即時性能 可以在 1ms 內同時操控 多個軸的伺服驅動器 基本上呢已經內建的是 4軸的伺服驅動器 並且可以額外擴充 6軸 最多可以 達到10軸的一個控制 並且呢 在 有提供了 20組的 System Dio 以及36組的 User Dio 當內建的點數 不足以使用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擴充最多6個 Io模組 這些模組呢 既可以擴充 Dio 也可以擴充 Aio 那補充說明一點呢 Asta MS的內部軸呢 它有 有功率的一個限制目前的最高資源是到1k瓦 如果有使用超過1k瓦的 馬達 使用需求那可以透過 外部擴充軸來達到 滿足需求 的一個目的 Asta MS採用的是台達機器人語言 我們簡稱Dio 那它是一種基於 LUYA的語言程式嘛 這種語言呢不僅讓 編程更容易還可以使用LUYA的 語法進行腳本的一個編寫 同時 DRL 也提供了專門用於 機器人運動的一個函式庫 來幫助使用者進行程式開發 對於MS來說呢它內建的多種 工業機器人的運動控制模組 包括我們市面上常見的多軸標準型機器人的模型 而且呢還可以跟隨 客戶的需求來開發 非標準型的機器人手臂模型 Asta MS也支援了二次開發環境 這個MS的POC以及 系統函式庫呢都支援 那 POC支援的五種語言裡面包括說 文本的文本化 的語言以及圖形化的程式語言 允許用戶 制定函式庫跟 數據結構 那系統函式庫呢可以擴充到 成各行各業都 可以用的專屬函式庫來 滿足客製化的一個需求 這邊舉例喔 如果說 開發者不想要讓 程式內容被看見或者是抄襲 他就可以利用這二次 開發的功能將 程式包裝成 特殊的一個函式 那提供給使用者 這麼一來呢不僅可以滿足使用者 調整功能的一個需求可以保護 開發者程式的一個 隱密性 R3MS的POC符合 國際標準 他包含以下一個功能 包括說他支援 POCOPEN的一個標準 提高了 POC程式的一個可攜帶性 並且 提供了符合該 標準的一個運動控制功能塊 包括 多軸 以及單軸還有群組的內容等等 那也支援 IEC61131-3 規範的語法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 的POC上使用 程式人員只要學習這樣的程式碼 不需要在不同平台之間做額外的一個調整 那以上呢是 台達經驗員 先邊唱搬運解決方案的 內容 那針對客戶的痛點 我們整理 如下 首先呢 台達方案 透過平滑的路徑規劃 以及採用 一些 功能像S-curve 那直線連接 圓弧運動等等的技術 來解決加減速時的 抖動問題 實現系統 效能的一個提升 接著 台達區空一體機 它內建市面上常見的手臂運動學 可以搭配 克斯瓦的手臂 來符合 客戶的一個 實際應用 滿足不同場景的一個需求 在這個方案中 那也因為可以內旋切換手系 不必將 機械手臂各軸伸直 就可以 做左右手的 更換 那特別適合在 空間有限的狀況 底下使用 而且呢 這個方案的好處是 可以降低系統成本 比起傳統的 六軸手臂 可以節省 35到65%的一個成本來提高 成本的一個效益 那以上是 對於 晶圓先邊倉解決方案的一個 介紹 對於是 努力的 空間